在这里,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段回忆! 欢迎订阅我的小人书! 东汉末年,朝政腐败,在家连年栽荒,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。 据路人张角,原是一个裸地秀才,他见人民怨恨官府,想聚众起义,便创立了太平道,借师宋福水给人治病为名,招收屠中。 经过十多年时光,太平道在金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等地方招收了几十万人,于是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准备起义。 他们约定了一个日子,各地一起向官兵进攻,因为他们以黄金裹头为标志,所以叫做黄金军。 没有几天,四方百姓逃过黄金,跟从张角起义的有四五十万,声势非常浩大,官兵望风溃逃。 这是汉灵帝中平元年,公元184年的事。 这时,灵帝刘洪只是安居深宫享乐,国家大事都由太监张让、赵忠、风须、段规、简朔等识人办理,号称石长氏。 石长氏贪赃王法,人人怨恨。 当黄金起义的消息传到洛阳时,灵帝这才慌了,大将军何进,奏请下诏, 令各处守军加紧黄辈,一面派中郎将卢职黄辅松朱眷收拾兵马,分路抵御。 幽州菜手刘烟,听说张角义军进攻幽州地界,连忙赵校尉为邹靖商议。 邹靖道,黄金兵是强大,我们力量单薄,应赶快招募兵马,才能抵敌。 刘烟便写了访文,派人到各郡县去招募。 访文行道桌线,引出一个人来,这人姓刘明辈,自玄德,因为家境贫寒,靠着犯马鞋织草席为生。 这天他进城来看到访文。 刘备看完访文,感慨地长叹了一声,忽然身后有个人大声喝道, 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,叹息什么。 刘备回头一看,这人身高八尺,豹子头,圆眼睛,满腮刚须,声音像红中,威视像奔马。 刘备连忙上前,问他姓名。 那人答道,我姓张明飞,自义德,世代住在这里,做着卖酒屠宰的生意。 我有一个脾气,最爱结交天下豪杰。 刚才你为什么对着榜文叹气呢? 刘备道,我是汉氏宗亲刘备。 祖上坐过,捉鹿亭侯,因为没有缴纳贡金,隔去了爵位,在本县娄桑村留居下来。 目前天下大乱,我有一拯救百姓,只恨力量不足,所以叹气气来。 张飞听了,慷慨道,我家里很有一些产业,拿出来招募相拥,跟你共干一番事业,你看怎样。 刘备大喜,便同张飞一起来到一家村店,饮酒谈心。 正在畅饮的时候,只见一个大汉,推着一辆车子,到店门口停下,走进来招呼酒宝。 刘备留神一看,这人有九尺高,胸前长须飘飘,脸色好像红枣一样,生就一双丹凤眼,两条卧残眉。 相貌非常威武雄伟,刘备连忙起身,邀他过来同座,请问姓明。 那人道,我姓关明于,自云长,河东谢良人,因乡里恶霸仗势欺人,我一怒杀了恶霸,逃到外乡避难已有五六年了。 刘备听了很敬佩,就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他。 关于非常高兴,很愿意和刘备张飞同干一番事业,于是他们就一起到张飞的庄上去商谈。 来到庄上,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,园中桃花盛开,景色依人。 张飞道,我三人既然志同道合,不如明日到园中祭告天地,结成一姓兄弟。 刘备关于都很赞同。 第二天,张飞准备了青牛白马,作为祭品,三个人一起来到桃园,焚香礼拜,还立了事。 三人齐声道,我三人一定同心协力,就困福威。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,如有贝恩忘义,天地不容。 历史完毕,三个人按年岁认了兄弟,刘备年长做了大哥,关于第二,张飞最小,做了弟弟。 祭祭祀完了,又预备了一些酒肉,腰急巷中青壮年三百多人,在桃园里痛饮。 过了几天,收拾了一些武器,只是缺少马匹。 正在为难的时候,忽然庄客来报,有两位客商,带着伙伴赶着一群马匹,路过此庄,刘备大喜道,真是太巧了。 刘备和关张两人,连忙出庄迎接,原来这两位客人是中山的富商,一名张士平,一名苏霜,每年都到北方犯麻,因为近来路上不太平,只好回转。 刘备请他们到庄上,摆了酒席殷勤招待,并把自己的志愿告诉了他们。 两个客商很赞同,情愿送给他们毫码五十匹,金银五百两和上等铁一千斤,刘备很是感激。 刘备送走客商后,立刻雇了铁匠打造兵器,刘备打造了双骨剑,关于造了八十二斤的青龙掩月刀, 张飞造了一只杖八蛇毛,个人幼稚了一身铠甲,他们聚集乡中壮士五百多人,组成了一支队伍,浩浩荡荡到卓郡去应目。 造了卓郡,先见了校尉邹靖,邹靖又领他们来见刘备,刘备提起了自己的来历,刘备才知道是同族,便任刘备为职。 过了几天,刘备听说黄金军将领程远志领兵来攻捉郡,便命邹靖和刘关张领五百人马前去迎战。 刘备引兵直到大兴山下遇见程远志的大军,双方排开阵势,刘备出马,左右关于,又有张飞,向对阵挑战。 程远志派副将邓茂出马,张飞挺着杖八蛇毛,凝住厮杀。 只几个回合,张飞一毛就把邓茂挑落下马,程远志大怒,拍马五刀,直奔张飞。 关于剑撞,拍马冲出,挥刀向程远志就砍,程远志措手不及,被一刀斩为两断。 黄金军见主将阵亡,纷纷败散,刘备又领兵追了一阵,打了一个大胜仗。 刘备听说刘备得胜回来,亲自出城犒赏军事。 这时青州备围,太守公警派人来向刘备求救,刘备便和刘备商量。 刘备道,我愿领兵前去。 刘备便命走近领兵五千,同着刘关张三人去救青州。 黄金军看见来了救兵,就分出一半人马来和刘备作战,双方大杀了一阵。 刘备因兵力太少,不能取胜,就撤退了三十里安营。 当晚和关羽张飞商议道,敌人兵多,只有用智谋才能取胜。 便令两人各领一千人马,到山的左右两面去埋伏,并嘱咐道,你俩一听到罗声,就一起杀出。 第二天,刘备和邹靖领着人马,打着鼓,呐喊前进,黄中军也赢了上来。 两军杀了一会,刘备假装不敌,向后变退,黄金军乘是追杀过来。 当刚越过山林,刘备军中突然敲起罗来,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关羽张飞,一起领兵杀出。 刘备的一队人马这时也回身反攻,黄金军三面受敌,抵挡不住,连忙向后败退。 一直被追到青州城下,太守宫警也领兵出城驻战,黄金军大败,青州的围困就这样解除了。 宫警靠军已逼,走近领兵回去,刘备阴中狼将卢职是他从前的老师,听说卢职在广宗和张角作战,便和关张两人带着本部人马到广宗去了。 来到卢职军中,卢职一见刘备,大喜道,黄甫松,朱眷在影川和张梁张宝对阵,你可以带领原有人马。 我再拨给你一千兵,到影川打听消息,顺便和他们约定日期,一起进攻。 刘备接受了命令,就领着人马,连夜赶到影川去了。 这时,黄甫松朱眷正与黄金军作战,黄金军一连败了几阵,退到长设附近安了营寨。 可是他们没想到营地四周长满了鲁尾和野草,要防备火攻。 果然,当晚就被黄甫松朱眷在四下放火,领兵猛攻。 黄金军的营寨一片火海,兵士都顾不得打仗,向四处散了。 杀到天亮,张良张宝领着残兵,夺路败走。 忽然遇见一队人马,打着红旗,拦住去路,为首一将,身高七尺,细眼长须。 他姓曹明操,自孟德,配国乔俊仁,本姓夏侯。 因父亲给太监曹盛做了养子才改了姓。 曹操因黄金起义,被提升为齐都尉,领兵来迎川驻战。 正好遇见张良张宝就拦住了厮杀起来。 张良张宝挡不住这支生命军,领兵退走。 曹操夺得了许多旗子,铠甲和马匹。 曹操见过了黄辅松朱眷,又立刻领兵追赶张良张宝去了。 黄辅松朱眷收兵回来,正遇见刘关张三人,领兵赶到。 黄辅松问明来意,便道张良张宝已经败逃,一定到广宗投张脚去了。 玄德最好连夜赶回去帮助卢职。 刘备领了命令,又领着人马回广宗去。 走到半途,只见一蹴军马,护送着一辆车而来。 上前一看,车中的犯人竟是卢职,刘备不禁大吃一惊,慌忙下马,询问原因。 卢职道,我因军粮不足,没有向前来探问军情的太监左锋缴纳贿贿路,左锋怀恨,回报朝廷。 说我作战不利,带慢军心,因此派董卓代替了我的职位,拿我进京问罪。 张飞听了这番话,早气的两眼元争,刚需倒数,搜的拔出刀来,就要杀户送的官兵,就出炉职。 刘备慌忙拦阻道,三帝助手,朝廷自有公论,不可以胡来。 张飞哪里肯一,吓得众官兵赶忙拖着球车逃命。 官宇心里也很愤慨,就对刘备说道,卢中郎已被在捕,换了董卓做将领,就是去投奔,也不见得会重用我们,不如回到家乡再说。 刘备听从了他的话,便一起回到桌县去。 走了不到两天,胡亭山后一片喊沙声,刘备和官张两人骑马到高坡上瞭望。 只见官兵气甲丢亏,狼狈奔逃,黄金军漫山遍野的追杀过来,大旗上写着天公将军的字样,刘备叫道,这正是张角,我们赶快迎战。 三个人立刻率领军事,冲下山去。 这时,张角正把董卓杀得大败,成是追杀,冷不妨山上冲下这只人马,竟把队伍冲乱,只得收兵后退。 刘关张就出了董卓,一同回寨,将到大寨,董卓询问三人的官职,刘备道,我们没做过什么官。 董卓一听,立刻献出很傲慢的神器,把三人丢在外边,下马进仗去了。 张飞顿时火发,嚷道,我们冒死血战,救了这丝,他却这样对待我们,不把他杀死,难消我这口怨气。 说着,拔出刀来,要进仗去杀董卓。 刘备,关羽连忙上前劝阻,张飞豹跳着说道,如果不把这厮杀了,反要在他手下听使欢,我怎么也不甘心。 张飞回转身来,腾腾的奔过去,飞身上马道,两位哥哥既然要留在这里,树地不能奉陪。 说罢便拍马要走。 刘备和关羽慌忙追上去劝慰,我三人是结义的兄弟,同生共死,怎能分离,我们一起投奔别处。 张飞听说刘备关羽都愿意跟他一起走,这才吸了怒气。 于是,三个人领着人马,连夜去投猪圈。 来到猪圈营中,猪圈后带他们,把他们留在帐中,听后调用。 这时,张宝带领八九万黄金军驻扎在山后,猪圈命刘备为先锋,与张宝对敌。 张宝派副将高升出马挑战,刘备派张飞迎敌。 两人战不到几个回合,张飞一毛把高升刺下马来。 刘备指挥人马成是冲杀过去,可是黄金军兵力雄厚,冲了几次,冲不过去,反被张宝反扑过来,吃了败仗。 第二天,张宝摇骑雷鼓,领着人马来攻刘备。 刘备假装不敌,向后败退。 张宝刚刚追过山头,胡听一声炮响,关于张飞各领一只人马,突然从山谷中杀出。 刘备猪圈也回军冲杀,黄金军抵挡不住,四散溃奔,张宝落荒而逃。 刘备见帝公将军的旗号,飞马赶上去,对准张宝射了一箭,正中张宝的左臂。 张宝忍痛逃进阳城,紧闭城门,不再出战。 朱眷命令把阳城包围起来,猛力攻打。 这时,朝廷因为董卓一直打败仗,就叫黄虎松代替了他的职务。 黄虎松到任时,张角病死了,由张良同率他的部下,在曲阳地方和黄虎松大战。 两军一连树阵,张良阵亡,一些部下也都纷纷逃散了。 黄虎松颁师回京,朝廷封他为车纪将军,任纪周末。 曹操也立下了战功,封为济南相。 黄虎松又奏明如直,有功无罪,朝廷恢复了如直的原职。 朱眷听到黄虎松平定了张良的消息,他就成张宝世姑,催促军士全力攻打阳城。 张宝手下的大将军严正,见城防危急,就把张宝赐死,前来投降朱眷。 这时,朝廷又派使臣来传令,说另有一股黄金军数万人,由赵洪、韩忠、孙重率领,在晚城一带攻打州县,叫朱眷领着人马去讨伐。 朱眷分兵把晚城包围,断绝了城中的粮食。 韩忠派人来请求投降,朱眷不答应。 刘备向朱眷说道,既然不许他们投降,又把城围得像铁桶一样,他们一定死战,不如撤去东南方的人马。 猛攻西北角,他们一定无心恋战,弃城逃走。 朱眷依从了刘备的话,就下令撤退了东南方的军马,一起攻打西北方。 韩忠果然领兵弃城逃走。 朱眷与刘关张率领大军掩杀,射死了韩忠。 正追赶尖,赵宏孙仲领着人马赶到,双方立刻混战起来。 朱眷见赵宏来势凶猛,暂时领兵后退。 赵宏城市又夺了晚城。 朱眷退到离城十里的地方,正要安营下寨。 朱眷正东来了一队军马,为首一将,生得广额阔面,狐体雄妖。 朱眷便上前,请问姓名。 原来这人姓孙明坚,自文台,是吴郡富春豪富。 他十七岁时,曾立敌海盗十数人,后来被推荐作校尉下批城等官职。 因文朱眷来宫晚城,就带了怀河精兵一千五百人,前来驻战。 朱眷非常高兴,就与孙坚商议攻城之际。 他叫孙坚攻打南门,刘备打北门,自己打西门,流出东门来让黄金军撤走。 孙坚非常勇猛,首先上了城墙,杀散守兵。 赵洪见了,纵马上前,菊朔向孙坚猛力刺去。 孙坚纵身一跳,夺过赵洪手中的朔,掉转头来反将赵洪刺死。 接着,他飞身跳上赵洪的座马,在城上往来冲杀。 孙仲着荒,连忙带领人马,向北门逃去。 刚刚逃出北门,迎头遇上刘备,孙仲无心恋战,只顾领着人马奔逃。 刘备弯弓发箭,孙仲随剑落马,朱眷领着大队人马在后面追杀,黄金军伤亡了一万多人,其余的四下逃散。 南洋一带十几军算是平定了。 朱眷回到京城,被封为车骑将军何南淫。 朱眷表奏了孙仲刘备的功绩。 朱眷上任去了,孙仲拖了人情,封作别郡司马,高高兴兴的也上任去了。 只剩下刘备没有听到封赏的消息。 等了很多日子,还是没有下文。 一天,刘官张三人闷闷不乐的在街上闲步。 下巧遇见了郎中张军坐着车子经过,刘备就上前见礼,并把自己的功绩说了一遍。 张军听了也很替他不平。 张军入朝,向灵帝奏道, 天下大乱,都是因时常是参赃王法,残害百姓,如今应该将他们斩首。 谢罪天下,凡是立过战功的,都应该授予官职。 这样天下才会太平起来。 时常是在旁边听了这话,又惊又恨,一起跪下来奏道。 张军胡言乱语,欺骗陛下,领帝一向听从他们的话,下令把张军赶出宫去。 退朝以后,时常是聚在一起商议,料定是立过战功的人,因没有得到官职,在外边抱怨。 就派人把这些人的姓名都登录下来,打算暂时给他们一些小官职,将来再说。 不久,果然赵职下来,封刘备为中山府安喜县县位,即日复任。 刘备接到赵职以后,就把招募来的军士遣散回家,自己同关张两人,只带了二十多名亲信,到安喜县上任。 刘备到任以后,一点不去,麻烦百姓,百姓非常赶在,多住了盗贼,也不滥施刑罚。 平日,刘备和官张两人,总是石铜桌,紧铜床,非常有爱。 过了数月,朝廷颁布了一道赵职,凡是立过军功而得到官职的人,都应该淘汰。 刘备看了,很替自己担心。 这时,正赶上都游为了考察各县的政绩,将到安喜。 刘备得报,盲捅官张两人,出城迎接。 三个人在城门口站了好一会,才见都游,骑着马走来,刘备慌忙上前行礼。 都游只是把手中的边扬了一下,作为打理,就昂着头进城去了。 官张在一旁看了很气愤,刘备怕两人得罪都游,就叫他们回去,自己跟在都游后面,相送到管义去。 到了管义,都游高高的坐着,只等刘备送上里来,刘备却恭恭敬敬的站在街下,看都游有什么吩咐。 过了很久,都游忍不住了,问道,刘宪威是何出身? 刘备答道,刘备是中山晋王的后人,大大小小打了三十几仗,总算有一点小小的功劳,因此才得到现在这个职位。 不想都游发了脾气,大声喝道,你冒充皇亲,虚报功绩,现在朝廷降召,正要淘汰你们这些烂官污吏。 刘备不敢分辨,诺诺连声而退。 刘备回来和献力商议,献力道,都游作威,无非要点贿赂罢了。 刘备道,我作官清廉,哪有钱送他呢? 第二天,都游先将献力换去,硬要他诬赖刘备参污害民。 献力想到刘备的好处,也苦苦替刘备求情。 刘备得知消息,几次到管义求见都游,都被看门人拦住,不放进去。 张飞为了都游,心里气恼,在店里喝了几杯闷酒,骑着马回衙门去。 走到管义门前,看见五六十个老人,都在那里痛哭,张飞觉得奇怪,上前询问缘故。 众人答道,都游威逼献力,要陷害刘献卫。 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,都来苦苦求情,不想看门人,不放我们进去,反而把我们毒打。 张飞听了,气得两眼圆睁,牙齿咬得格格作响,立刻滚安下马,大踏步的冲进门去。 看门人想拦住他,举鞭要打,张飞躲过鞭子,扑得一拳,打得看门人跌出去有几步远。 张飞冲到里面,见都游坐在厅上,正把献力捆倒在地。 他就大喝一声,上前去,一把抓住都游道,你这害民贼子,还认得我吗? 都游还来不及开口,早被张飞抓住头发,扯着往外走。 张飞扯着都游,直到线前,百姓轰动开了,纷纷跟在后面,拍手撑快。 张飞把都游绑在马柱上,折下柳条,罩着他两腿使劲抽打,一连打断了十几根柳条,打得都游好像杀猪般的呼叫求饶。 刘备听得牙前吵吵闹闹,出来查问,看见张飞在抄打都游,不觉大惊,盲问道,三弟为何打人? 张飞道,这丝为虎作娼,残害百姓,不打死他作甚。 都游一见刘备,连忙求告道,玄德公快来救我。 刘备到底是面词心软的人,急忙喝住张飞。 这时关羽走过来说道,哥哥立了许多功劳,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位,还要受毒油的欺辱。 现在坏人当道,怎能容得下我们兄弟,不如杀了毒油,器官回乡,另做长远的打算。 刘备听了,就去取出县位的官印,挂在毒油的脖子上,施则道,像你这样欺压百姓,本应该把你杀掉。 现在姑且饶你一条性命,这官印交还给你,我们从此走了。 刘官张三人依旧带了二十几名亲随,离开安喜县,百姓感念刘备的好处,都恋恋不舍,扶老邪幼的相送出城。 毒油挨了一顿打,休脑万分,回去就将这件事报告了定州太守,太守行闻各处,捉拿刘备。 刘官张三人离开安喜县后,便去代州逃奔刘夕,刘夕知道刘备是汉氏宗亲,便私下把他们留在家里。 这时,于阳有张局张纯自称皇帝和大将军,聚众反抗朝廷,朝廷封刘夕为幽州幕,令他领兵前去征逃。 刘夕听到这个消息,便写了一封信,把刘备推荐给刘夕。 刘备同关张来见刘夕,刘夕非常高兴,任命他为都尉,领兵去征逃张局和张纯。 兵到渔阳,刘关张与张纯大战了数天,把张纯杀败。 张纯性情凶暴,吃了败仗,就鞭挞不下,仗下头目怀恨,就把他自杀了,率众来投降刘夕。 刘夕马上率领,降兵来捉张局,冲进营里一看,张局已经自闻死了,从此渔阳一带算是平定了。 刘夕奏明刘夕的功劳,朝廷赦免了他鞭打独游的队。 公孙赞又表奏了刘夕以前的功绩,朝廷便下诏,任命他为别部司马平原县令。 刘夕来到平原,有了一些贤粮和军麻,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气象。 刘夕前期